被皇上翻牌子翻到烂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在乾隆的后宫天团里 有这么一位侍寝的天花板 他就是叶赫纳拉氏舒飞 光从名字就能听出 皇上能赐他这个称号 那肯定是相处起来很舒服的妃子了 那么他到底是哪里出众呢 能让乾隆在众多妃子中独宠他一人 以至于舒飞的牌子都被翻掉期了 我们都知道 在古代受宠的妃子要么是有心悸 要么就是家庭好 当然了舒飞能够这么受宠 不仅仅是靠颜值的 还和他的家庭背景脱不了干系 首先我们先从舒飞的家庭背景 来扒一扒 舒飞到底是怎么做到 在后宫中稳坐侍寝第一把交椅的 舒飞的身世可是不简单 是贵族叶赫纳拉氏的后人 叶赫纳拉氏可算是当时的顶级豪门了 一家子都和皇室是亲戚 祖上曾是叶赫部的首领 曾祖父更是以前康熙年间的重臣 父亲也是当朝的侍郎 这个侍郎呢 就相当于和珅那个职位 我们都知道和珅在当时 可算是极其受宠的重臣了 这样一看 舒飞的爸爸和和珅是一样大的官儿了 自己的妹妹更是好人家的大媳妇 这个好人家也是不得了 舒飞的妹妹嫁给了当时的大人物 宝和殿大学士傅衡 咱们看舒飞也是家庭显赫 不愁吃穿 光是家里就给舒飞铺好了道路 要不也说 舒飞自己也争气 从小是亲戚书画 音乐舞蹈绣花 一样也不落下 舒飞从小就勤快 家里让学啥就学啥 样样都精通 把自己打造的可是窈条淑女 你说就这样一个大美人 谁看了谁不心动啊 长得好也就算了 还勤快 十八万五亿 样样精通 勤快也就算了 人家身世还好 要是我有这么个媳妇 别说做梦笑醒了 我怕是得天天晚上笑得睡不着 所以说乾隆可算是对舒飞一见倾心 舒飞自十三岁那年就参加了八期选秀 成为了当时那次选秀中唯一一个被选上的秀女 进了宫 乾隆一看这么个大美人 身世还不赖 一激动就给刚进宫的舒飞封了个贵人 虽然只是个贵人 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 秀女参加选秀进宫后 一般情况下都要从答应做起 但是我们的舒飞可是一进宫 就直接越级变成了贵人 我们看过甄嬛传的应该都知道 在甄嬛刚入宫的时候 只有梅姐姐直接封了个贵人 梅姐姐也是从小饱读师叔 各个方面都堪称完美 不过我们舒飞可是比梅姐姐受宠多了 在封完贵人仅仅六天之后 就变成了义宫之主 书品 那么舒飞这么受宠 仅仅是因为绅士好吗 其实啊 绅士是次要的 最主要的 还是我们舒飞的美貌 和一些小心机了 清朝的苏打几舒飞 皇帝翻他的牌子 翻得都掉漆了 要说起舒飞的美貌来 那必定是长在了乾隆的心坎上 虽然没有史书正面记载 舒飞的美貌 但我们光从他的牌子被翻掉漆 也能看出来了 舒飞的美貌绝对是一顶一的 大家想想 会有哪个皇帝能一直宠兴一个相貌平平的人呢 不过话又说回来 光靠美貌显然是不太可能的 我们的舒飞可谓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不光是长得好身材好 舒飞受宠的一大原因 必定是他会按摩 按摩是中医的传统治疗方式 乾隆在位期间 正午繁忙 经常会头疼 就会经常去找舒飞帮他按摩 舒飞也必定是在乾隆面前好好服饰 当然了 按摩是指按摩头部缓解疼痛 还是以按摩其他地方就不为人知了 这个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想象了 再其次呢 就是舒飞为什么能受宠这么久 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的舒飞从小博学多才 本来就出身高贵 再加上爱学习 我们的舒飞可谓是一个极具才华的女子 既聪明又有手段 要比后宫里只会争风吃醋的女人们强多了 他有才华 可以在乾隆遇到男士之后 简单地帮助乾隆处理一下 然后默默地陪在乾隆身边 在皇帝烦心的时候或者累了 他又能及时地为他按摩缓解疲惫 这么一个贴心的妃子 乾隆怎么可能不宠他呢 在乾隆十四年的时候 纳兰纯雪便被封为舒飞 要知道这个时候 舒飞可是没有孩子的 一般情况下成为妃子 都是靠着拼命生孩子晋升的 但是舒飞进宫八年没有孩子 还能做到妃位 这也算是乾隆给他的无上的恩宠了吧 但是呢 舒飞的结局还是相当惨烈的 什么他都成了事情界的天花板了 下场还能惨烈了 这里就不得不提舒飞的孩子了 舒飞的牌子都被皇上翻烂了 可为什么十年才生出来孩子啊 舒飞是进宫十年之后 也就是被封飞两年的时候 才生下了儿子十二个 生下儿子的舒飞 更是母平子贵 在宫中的地位是越发的稳重 但是谁称想这个儿子呢 身体娇贵 不到三岁就去世了 因为舒飞的这个孩子来之不易 自己呢 本身也身娇体弱 所以在十二个去世之后 便一直没有再怀孕 前妻虽一直受宠 但是一直没有孩子 虽然历史上的乾隆 并不像电视剧里 一直给舒飞用药 让舒飞不能有孕 但是至于十年没能有孩子 只是因为 舒飞身体比较柔弱的原因 还是乾隆对舒飞有其他手段 让舒飞不能有孩子 这就不得而知了 至于为什么舒飞受宠了十多年 还只是妃子呢 这可能跟当时的那个传言 有那么一点点的关系 当时有传言说 灭爱心觉罗者 必是夜喝那拉时 这是当时清朝 一直流传的诅咒 可能乾隆皇帝基于此 便不再给舒飞 更高的位分了 舒飞丧死后 一直是郁郁寡欢 想不开 后期也是不太想伺候皇上了 而乾隆呢 是一直不缺妃子侍奉的 后期两人见面少了 自然而然的 舒飞便不受宠了 此后 舒飞算是一直在宫中 提前开启养老生活 在乾隆四十二年的时候 舒飞去世后 葬入玉陵飞园起 从此一代宠飞就此落幕 回顾舒飞的一生 可谓是大喜大落 十三岁入宫 就开启被宠的生活 十多年来 一直宠爱不断 咱只能说 上帝给你打开了一扇窗 那就必须给你堵上一扇门 虽然宠爱不断 但是依然躲不开 丧子之痛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